九星连珠,天降暴雨,你走在马路上,忽然一道闪电,眼前一黑 等恢复意识的时候,睁开双眼,已经穿越到古代,成了一户人家的女儿 想种田,名下没有地,准备凭借现代知识搞事业,结果被父母送人做了童养席 大家好,我是九江老魏,今天的影片咱们来讲讲古代婚姻 古代的女孩子十五六岁就要出嫁了,媒婆上门说亲,三媒六聘,盲婚雅嫁 等到了夫嫁要伺候丈夫孝敬公婆,从此操持家务,一刻也不敢怠慢 一年之内生个大胖小子,十几二十年后,等儿子娶了媳妇 自己熬成了婆婆才能稍微松口气,过几天清闲日子 一辈子也就这样过去了 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有几个必要的前提缺一不可 小康家庭门当户对,夫嫁不能是坏人 最重要的是一年之内能怀孕生儿子 有些女孩子生在穷苦人家,有哥哥,弟弟 男孩到了七八岁就能下地干活了 有限的粮食要留给壮牢利吃 那女儿怎么办呢?养不起卖了怕街坊四邻笑话 干脆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席 不仅省了一份口粮还能换些钱 说出去也没有那么丢人 等于将女儿提前许配给了人家 等到了年龄再结婚原房 关于童养席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的三国时期 《三国志未至东沃剧传》中有记载 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以相投许 序家营之,长养为父 童养席的本质是人口买卖 在宋朝的时候这件事其实并不合法 宋史杜宏传中记录了此类案件 杜宏是北宋大理寺祥乱关 参与过宋代情侣修订 书中记录了他对童养席案件的判决文书 明确表达了朝廷对这种非法婚姻的态度 翻译成白话大概是这个意思 目前社会上存在这样的情况 女孩子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就已经在夫家生活 这种女孩子被叫做养父 有一次某地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 养父被夫家杀害 根据大宋法律 丈夫杀害妻子 公婆杀害儿媳是可以从轻判罚的 但是这条法律是建立在已婚的基础上 从新婚之日算起 新娘必须在三个月内拜见家庙入宗谱 才算正式被南方家族接受 没有入宗谱的同样席 不能算作是南方的家庭成员 被杀了要按照一般的凶杀案重判 死亡的女子应该葬回到娘家的墓地 到了元朝 同样席的合法性得到承认 制定了相关法规 防止民间以同样席为借口掩盖贩卖人口的罪行 原始刑法制中有这样的记录 朱转嫁已归未成婚男父者账六十 父归宗聘财末官 朱与同样未成婚男父转配其奴者 赤五十七 父归宗不追聘财 就是说 如果把已经订婚的同样席 转嫁给他人要打六十大板 新娘回娘家聘礼充公 如果将同样席转嫁给自己的家奴 抽鞭子五十七下 新娘回娘家 而且不能追缩彩礼 明清以后 同样席为人成风 很多家庭在男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低价买来女孩子养在家里 同样席的年龄也越来越小 有这样一首诗 嫁郎已嫁十三年 今日书头农自连 记得出来同时辱 同在阿婆怀里面 作者是晚清皇尊县 这首小诗写的温馨浪漫 甚至能脑补出一个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 但是这仅仅是文人莫刻的意淫 还有一首《民间歌谣》 是以同样席本人为第一视角 歌词是这样写的 同样席真是男 吃在后干在前 婆婆瞪瞪眼 吓得浑身打站站 女婿逗逗脚 吓得无处躲 人前不能站 站到粪堆前 其实抱养同样席的家庭 大多数都不富裕 女孩一般会比男孩大一两岁 在南方家里被当作劳力使唤 起早贪黑的干活 吃不饱 穿不暖 受尽冷落欺负 到了15岁就要被当作生育机器 给南方家族传宗接代 虐待同样席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矛盾都是通过宗族关系调解 闹出人命最多就是赔钱和解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 明令禁止同样席 这种畸形的婚姻制度 才在中国彻底绝技 还有另一种买卖婚姻 叫扬州兽马 比同样席更加残忍 扬州兽马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牲畜之一 侧马扬鞭的姿态 在古人的脑海中产生了很多黄色废料 所以在古代的乌檐会语中 马多用于形容女子 以及一种特殊的运动 搜神记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远古时代 帝库高新式在位时 蜀中有一位老父亲远征打仗 女儿独自在家 非常思念父亲 对着家中的一匹白马说 马儿啊 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带回来 我就嫁给你 白马听后仰天长啸 挣脱江省急迟而去 几天之后 白马就带着老父亲回来了 一家人十分感激白马 给他重修马厩 换了上好的饲料 白马心说 你不是打算嫁给我吗 怎么不提了 嘴上抹石灰 白说啊 所以每次女儿走过来的时候 她就思名不止 兴奋异常 那意思是 我想提醒提醒你 你是不是忘了点啥 女儿呢心里不踏实 只好把真相告诉了父亲 父亲一听 这畜生还真惦记上自己的女儿了 就杀了白马 把皮剥了下来 晾在院子里 有一天 女儿对着马皮说 你是畜生 却想娶人当老婆 现在落到这种地步 这又是何苦呢 忽然一阵狂风 马皮飞起 卷起姑娘不知去向 几天之后 家人在桑树林里看到了女儿 马皮紧紧裹着她 化成了蚕涌 后来在桑树林里 经常会出现一个身披马皮的女神 人们管她叫马头娘 兽马就是可以买卖的女孩子 古代扬州 富甲天下 水路交通极度发达 作为京行大运和重镇 商业繁荣 很多顶级富豪生活在这里 有盐商 有绸缎制造商人 中国古代的婚姻实行的是 一夫一妻多妾制 正妻必须从门当户对的家庭中挑选 要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纳妾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在经济发达的扬州 百姓富足 有纳妾需求的人不在少数 于是就出现了专门服务于这个群体的人口买卖市场 老宝们除了精英妓院 还发展出了养兽马的第三产业 他们从民间买来幼女 养大成人 按等级训练调教 卖于他人 这些女孩的命运十分悲惨 他们除了要接受各种才艺训练 还要接受进退坐立的礼节 从卖给老宝的那一天起 他们的精神和意志就一点点被摧毁 每天都有人不断提醒他们 要认清自己的位置 小心的伺候丈夫和主母 要卑微 要柔顺 千万别把自己当人 为了要让这些女孩看起来楚楚动人 柔弱可怜 老宝们会让他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控制体重 所以才被称为兽马 《红楼梦》中有一个角色很符合兽马的描述 香菱是书里最先登场的女孩子 本名甄英莲 生于书香门第 富裕之家 父母疼爱 四岁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 第四回写道 这种拐子单偷拐五六岁的儿女 养在一个必静之处 到十一二岁 夺其容貌 在带至他乡转卖 再次出场的时候 香菱已经十二三岁了 有些滋涩 认拐子为亲爹 拐子哄骗他说 爹因无钱还债要卖他 原本卖给了公子冯渊 可是人贩子贪心不足 又把他转卖给了呆霸王薛潘 到了贾府 香菱跟着林黛玉学作诗 他天赋和悟性极高 学了三次就能写出语言精美 寓意巧妙的诗句 贾府里的丫鬟 大部分都不识字 香菱从小被拐卖 对父母家乡一概不知 真家的家教启蒙早就忘光了 是谁教他读书写字的呢 说明拐走香菱的人 不是普通的人贩子 其实是一位养马人 他从小被逼着学习各种才艺 等到快成年了 在高价卖给富贵人家当小妾 香菱从小跟着人贩子 挨打挨饿 营养不良加抑郁症 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 被削盘买下来之后 不仅怀不上孩子 还得了肝血症 后来薛潘正妻夏金贵 嫉妒香菱 三番五次射绩害他 在流言蜚语中 香菱病入膏肓 含冤而死 根病荷花一镜香 平生遭记石堪商 自从两帝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乡 到了清朝末年 民国初期 养兽马的形势发生了改变 1873年申报连载 别秦竹之词 主要是介绍当时的中式英语 其中有一首是这么写的 格尔好斯乃奴家 辛桑一曲调琵琶 格尔好斯就是girl house 妓院的意思 辛桑就是sing song 当年很多来到上海的西方人 他们发现上海的妓女 与他们国家的prostitute完全不同 这些女孩子会弹琴会唱歌 会陪客人喝酒聊天 在那个年代 上海的英文报纸上 看到sing songgirl 不是女歌手的意思 指的是作管卖艺的女孩子们 在古代 穷人家的女孩命运悲惨 上流社会的贵族女性 日子也不好过 一生的幸福只能寄托于婚姻 在唐代之前 没有离婚的概念 家庭以丈夫为中心 妻子脱离家庭关系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因为过错被夫家逐出家门 理由分为七种 叫做七出 最早的记录出现在 春秋战国时期的 大代礼记本命中 这七个罪名分别是 不孝顺公婆 生不出儿子 出轨 嫉妒 患有严重疾病 多口舌 盗窃 犯七出之罪 被逐出夫家的案例有很多 比如张继女嫁杨文乔公 拒不誓孤 或笑其孤语以为孝 后终出之 由是两家不相能 张继是南唐晋士 北宋时期任己事中 她的女儿嫁进杨家 小姑娘年纪小 经常学公婆说话 拿她们寻开心 结果杨家以儿媳妇性格高傲 不服侍公婆为理由 把她给修了 从此张扬两家成了死对头 还有一个故事更加离谱 成尊炎甚一其妻而母不悦 尊炎出之 妻妻被出 笑爱不衰 有一个叫成尊炎的男人 对老婆太好了 引起了母亲的不满 在母亲的逼迫下 将妻子赶出家门 但是这个被修的妻子 依然尽孝伺候公婆 离婚的概念 最早出现在唐朝 叫和离 唐律互婚中规定 若夫妻不相安协 而和离者不做 如果夫妻感情不和 丈夫签署放妻书后 可以和平分手 法律视为无罪 但是和离的前提 是女方没有犯妻出之罪 如果和离设计到宗室名门 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宋室理智规定 宗室夫妻如果要离婚 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调查期限半个月 由宗正司负责 宗正司必须确认 夫妻俩确实婚后不和谐 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才能判离婚 如果他们结婚的时候 皇上赐过和离 礼物要全部收回 之后 如果他们再和别人二婚 皇上就不会再随礼了 男方提出和离 只要女方没有异议 一般都能如愿 如果女方提出和离 男方不肯写放弃书 女方就只能求助司法 唐代笔记小说 《云西有意》 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件 江西某县城 有一个穷书生 名叫杨志坚 他的妻子阿王 觉得他没有出息 不想继续跟他过穷日子 要离婚再嫁 上诉公堂 当时审理案件的是 大书法家颜真卿 时任辅舟刺史 做出了如下判决 阿王决二十后 任改嫁 杨志坚秀才 曾捐布各二十匹 陆密二十弹 变数随军 仍令远近之息 颜真卿支持了阿王的诉求 但是判了他二十边刑 之后 重赏了穷秀才杨志坚 还在军中 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引导舆论 对贤贫爱妇的阿王 进行道德审判 这个离婚案 直接导致 江左数十年来 莫有感激其夫者 为社会稳定 人口增长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另外一个古代女性 主动提出离婚 被批准后不仅没有被羞辱 反而得到了皇上的褒奖 她叫夏侯岁金 是严城县城夏侯长云的女儿 嫁给一个叫刘继的人 生了两个女儿 夏侯岁金的父亲因病失明 他为了回家照顾父亲 就和刘继离婚了 回家后 无微不至的照顾了父亲二十年 还十分孝顺后母 父亲去世 岁金哀伤过度 披发 光脚 亲自动手搬土 为父亲下葬 自己在坟墓旁边 搭了一个茅草屋 守孝三年 每天只吃一顿饭 唐太宗听到了这个故事 被夏侯岁金的孝心感动 夏赵 刺悟二十段 立十段 对他进行了大力表彰 因为丈夫贫穷而离婚 是伤风败俗 因为孝顺父亲而离婚 就是光耀门眉 风云变换 沧海桑田 时间来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 辛亥革命之后 封建王朝已经被推翻 灯红酒绿的大上海 一片繁华摩登的景象 上海本帮菜 讲究浓油赤酱 酱油在上海人的厨房里 占据着重要地位 新昌路弄堂里 有一家老字号 名叫张震心酱园 弄堂也因此得名 酱园弄 可是让酱园弄 闻名上海滩的 并不是酱油 而是一桩女子杀妇案 曲折离奇 害人听闻 1945年3月20日晚上 在酱园弄85号顶楼上 忽然传来了几声 男人痛苦的吼叫 房东被吵醒了 他听得出来 那是房客詹云影的声音 他急忙大喊 楼上干什么呢 詹云影的妻子周氏说 没什么事 他又做噩梦了 詹云影常年赌博酗酒 喝醉后对妻子拳打脚踢 爸半夜不安上也是长事 房东没有在意 翻身又睡了 凌晨的时候 忽然一股血腥气 窜进了房东的鼻子 他抬头一看 天花板上好像在滴水 觉得大事不妙 赶紧上楼 推开詹云影的家门 只见他老婆周氏 坐在地上 劈头散发 神情目染 嘴里还喃喃自语 我把他杀了 砍成了16块 装在木箱里了 杀夫分尸的周氏 没有打算逃跑 他就坐在家里 默默等待命运降临 不久之后 寻补就来抓人 案子很快进入诉讼程序 在审讯的过程中 周氏对自己的罪行 供认不讳 周氏原本姓杜 打小是个孤儿 由亲戚抚养长大 九岁的时候 迈到妇人家里当丫鬟 改姓了周 19岁那年 主人做主 把他许配给了 现在的丈夫詹云颖 詹云颖200多斤 又高又壮 方头大尔 大家都叫他大块头 他在典当行里当嘲讽 给典当物品估价 收入不错 工作稳定 周氏从小寄人篱下 孤苦伶仃 这桩婚事 虽然是盲婚雅架 但是他也不敢奢望太多 只盼着能和丈夫 好好过日子 简单温饱就行 可是 结婚后没多久 詹云颖就原形毕露 不仅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还沉迷赌博 赢了钱就出去花天酒地 输了钱就对老婆又打又骂 詹云颖赌的昏天黑地 连典当行的工作也丢了 家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掉了 夫妻俩的生活捉襟见肘 为了补贴家用 周氏到处去找门路 终于在仿沙场找到了一份工作 六点起床 给丈夫做好早饭 七点就要出门上班 没想到周氏去仿沙场当女工 让詹云颖大发雷霆 她觉得老婆出去上班 就是瞧不起自己 一定是为了到外面偷汉子 二话不说 又把周氏打得头破血流 好几天上不了班 工作也丢了 这样的婚姻持续了整整九年 案发当天 詹云颖喝得明丁大醉 又打了周氏 周氏终于忍无可忍 挥刀砍向了熟税的丈夫 可是身高仅仅1米5 矮小瘦弱的周氏 是怎么把200斤的詹云颖砍死 又分尸成16块的呢 虽然周氏对事实供认不讳 但是面对离奇的案件 市民好奇八卦 媒体推波助澜 很多人猜测 周氏背后一定有肩肤怂恿 经过调查 警方很快发现 匠元龙85号的房客中 有个人叫贺大麻子 在案发后失踪 根据邻居们的证词 贺大麻子一直对周氏不错 同情他的遭遇 还时常接济他这钱 贺大麻子成了头号嫌疑犯 很快被捕归案 在审讯的过程中 贺大麻子承认 自己与周氏的私情 但是这私情听起来 更像是趁人之危 钱债肉长 詹云颖被杀后 贺大麻子怕自己受牵连 就跑回老家躲了起来 这个线索的出现 舆论瞬间发酵 周氏的形象成了再世潘金莲 可是就在此时 周氏推翻了贺大麻子的嫌疑 供出了真正的奸夫 那人名叫何宝玉 人称小宁波 是詹云颖的朋友 他详细描述了案发经过 詹云颖税疏后 小宁波溜进他家 周氏递给他一把菜刀 他向詹云颖的脖颈猛砍一刀 当时血流不止 痛苦挣扎 周氏看丈夫没死透 又朝他脑袋捕砍一刀 最后他和小宁波一起 把詹云颖分尸成16块 所有人都认为 案件已经水落石出 警方调查却显示 无论是贺大麻子还是小宁波 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那周氏为什么要诬陷小宁波呢 因为就是这个小宁波 带着詹云颖去赌博 才让周氏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周氏最后坦白 反正舆论认定他有奸夫 干脆来个双杀 怎么也不亏 周氏没有共犯 最后被判处死刑 当时日本即将战败 汪伟政府时日无多 法庭在审理案件时 很多程序不太规范 因此《降原弄杀夫案》判决之后 话题热度并没有下降 家庭暴力 男女平等的问题 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周氏的悲惨遭遇 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女作家苏青 发表了一篇 《为杀夫者变》的文章 影响最大 苏青是谁呢 她与张爱玲齐名 是当时很火的海派女作家 结婚十年 饮食男女都是她的作品 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过她 如果拿我和冰心相比 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 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 我是心甘情愿的 苏青认为 周氏杀夫是生活悲惨 精神压抑 长期遭受虐待 是死里求生 不得已而为之的反抗 虽法无可恕 但罪有可原 她在文中写道 如果就此扼杀 女性解放的期盼 将重新陷入 茫茫黑暗而不可得 苏青的文章 将将员弄杀夫案 提升到了妇女解放 和社会问题 一时激起千层浪 人们对于案件的讨论 越来越激烈 女作家们甚至开设了专栏 反驳淫妇可杀的论调 舆论的转变 让周氏有了求生的希望 她开始积极上诉 几个月后抗战胜利 周氏因此获得大赦 从死刑改成了无期徒刑 不久之后 国共内战爆发 历史的动荡 给了生斗小民一线生机 在律师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 周氏继续上诉 刑期由无期改成了15年 判决终于尘埃落定 关于周氏的传言并没有消失 有人说她在监狱里过得很好 她的手很巧 绣花缝衣服 胡纸盒表现突出 还有人说 她被秘密执行了绞刑 早就死了 直到1990年 档案解密 真相被公诸于世 上海解放后 周氏被转送到苏北大风农场 刑满释放后 在幼儿园里当了阿姨 40岁的时候她再婚了 她一辈子没生孩子 认了几个干儿子干女儿 后半辈子过得安定 简单 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 一波一波的觉醒意识 一次一次的时距变迁 让周氏的命运不断被改写 但是到了今天 家暴和压迫并没有彻底消失 她变得更加隐秘 藏在高层住宅 紧闭的门后 希望女性朋友们 时刻警惕 保护自己 敢于反抗 主动寻求帮助 感谢收看 我是九江老魏 咱们下期再见 生生不息